我们今天要讲的课题就是 植物最诚实 你给它所要的 它就给你你要的 但是很多人 这一句话好像讲得很简单 几秒就讲过 但是他始终还是不明白 到底它里面的含义是什么 首先你要注意的就是 植物很诚实 你要给它它要的 你不是给植物 你认为它要 而是什么东西 是它真正要的 所以你不了解它 你怎样知道它要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 不管你用什么产品 在农业那边 都是产品加技术 如果你跟我讲 一个产品你放进去 它什么都可以做 种到天花乱坠 它一定是骗你的 不可能的 因为它一定会有技术在里面的 第三 没有捷径 没有免费的 和不劳而获 你真的不要以为 真的是 但是就算你用了我们科学中则 你也觉得说在那边翘脚就可以了 不是的 其实你还是需要付出 为什么我讲没有免费呢 其实很多时候 真的 这个世界其实很现实的 一分付出 你就一分的收获 但是呢 不代表你完全不付出 就好像你知道啊 那天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园主 他问我 Jordan 其实我很喜欢你的这一个科学中则的视频 我可不可以说 用你的方式 但是不要用产品可以吗 因为我家里 我比较经济困难一点 我就跟他讲 就是好像 为什么你会找我们呢 有可能你的 树有问题 就好像生病一样 一个人生病的 他去看医生 他跟医生讲 医生我喜欢你 你 check我的方式 但是我不要吃药 我不要开刀 我什么都不要 可以吗 其实很多时候呢 当你真正的要走一个方式 你必须 服从 和 工作 就是好像你看医生 医生叫你吃药 吃antibiotic 要吃完 要打针 你就要跟着咯 对不对 好像 最近我们的新冠肺炎也是一样吗 当我们 整个国家90%的人打了这个 我们的免疫的针的过后呢 那个疫苗过后呢 我们就开放了 我们的国家就可以自由走动 就是这样 你一定要有一个规则 你一定要付出 没有short cut的 很多时候 OK 其实到今天呢 我们的课程呢 我会讲很多很多的一些理论 但是 也会讲一些 分享一些 我们的元祖的见证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 你们就是要看到 我讲的 种植的四大秘诀 这个是在后面了的 所以 不要错过 这个很重要的 种植的四大秘诀 只要你懂的话 基本上 你就没有问题的 而且你看到这个四大秘诀 你会觉得 你都会认同的 这个就是对的 因为什么 这个就是真理 不管人家怎么争论 其实很多时候 以前的时候 我们回来马来西亚 我们首先要做这一个分享 恭喜种植 很多人都讲 我们适合外国的种植 不适合马来西亚 你看他都没有见证 今天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有 千多个盐竹 而我们的见证呢 算百了的 很多人讲 你的见证只是一两次 还不够真实 人家只是用了爽一下 最后呢 不知道怎样了 那过后呢 我们的见证 再加上有第二集 第三集 就是说 我们同一个园主 我们follow up他 看他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个月 第五个月 第六个月 一年过后 他怎样 所以 我们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做科学种植呢 就好像我们对植物这样 我们对每一个园主 都很诚实 我们给你 你所要的 但是你要付出你的部分 你才会真正的得到最好的 所以呢 最后那个 种植的四大秘诀 希望各位不要错过啊 第一 我们讲了 现在呢 我们讲了 为什么 很多园主会 搞错了 到底植物要什么 其实植物要什么呢 这个是蛮讽刺的 有可能你问你的孩子 你的孙啊 可能他都可以打你的 这个是在四年纪的课本 小学四年纪的课本 他讲到什么 光和作用 所以如果你不懂啊 你去问 你的孩子你的孙 你看 他懂不懂 我看他可能他懂 还不懂过你哦 其实他们的课本啊 你看他的图画 是比较感动一点的 因为这个四年纪的课本啊 他是这样的 水加上二氧化碳 阳光配合叶利素就会出现氧气和糖 这个就是光和作用 糖就是给你的树可以生存的咯 就好像我们人这样 我们不管吃什么东西 最后我们的身体呢 都变成一个糖 给我们身体可以吸收了 就好像你的汽车 不管怎样也好 你一定要打汽油 他才可以走的 一样了 糖就是最后的 我们身体所需要的 植物的也是一样 所以你有看到啊 你注意到这个图表啦 你一定要有水 还有二氧化碳 过后当配合阳光 他照到叶利素 他才会出现这个光和作用了 OK 但是你看每一个部分啊 把你拆开来的时候啊 你就发觉到真的有问题了 为什么 OK 你看这个红色的日啊 就是那些喜欢用的 要的 不管你是军药 虫药 草药也好 总终最喜欢用毒的 用药的 其实你碰到你的树的时候 那个那个毒啊 那个药啊 会不会进入泥土 你觉得会不会进入地下水 所以你的水就开始变成毒水 酸性水 重金属 过后呢 在他在这个毒树 在泥土的时候呢 所有的青蚓 青蚓啊 羊群全部都死了 他搞到怎样 你的泥土没有东西帮你通风通水通气哦 所以水也毒 泥土又硬 他搞到怎样 你的泥土都不能用了啊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用毒 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后果是怎样 最糟糕 最糟糕最糟糕的那个水啊 全部都已经污染了 但是你知道吗 在以科学重置来讲 我们呢 都是尽量尽量不用药 除非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 我们的雨水 还有地下水的都是OK的 因为为什么 你没有去喷那些药吗 所以那个水是OK的 所以你看 如果你走有机或者走科学重置 尽量不要走到用药的话 那个水都已经赢过那些用药的人了 所以水你在比那巴里就赢了 第一个 OK 二氧化碳 其实二氧化碳是怎么来的 你知道吗 有一些人跟我讲 二氧化碳不是我们人类孵出去的咯 就我问你了 在森林里面 谁跑去那边去 孵出二氧化碳给植物来吸收吗 不吃吗 对不对 这二氧化碳怎么来呢 你看 如果你喜欢用毒的 用药的 你的二氧化碳 几乎都慢慢的减少 因为微生物都死 你知道谁孵出来那个二氧化碳吗 不是人跑去生命的吗 是那些微生物 粮菌啊 蚯蚓这些孵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有听到 我也讲到一课了 叫做二氧化碳种植法 就是在讲这一个 但是如果你喷药的话 它都死了啊 这死了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孤出二氧化碳呢 你知道二氧化碳非常重要 如果它有的话 它够浓度的话 它可以令到你的树的果呢 比平常没有二氧化碳的多一点五倍 所以你看二氧化碳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是民事里的人 你就会觉得 如果我泥土里面有很多粮菌 有很多蚯蚓很多卫生物的话 他们呼吸出来就呼出二氧化碳呢 所以你看 如果你走有机或者科学中植 你又在营了哦 二氧化碳 所以你的二氧化碳和水呢 都是比别人好的 比那些用药的人好的 OK 现在看阳光和叶利素 阳光大家都是一样的啦 也不可能你去污染那个阳光嘛 对不对 但是叶利素那边就有分别 如果你是喷药的 或者你平时你不知道怎么去把你的树强撞起来的话 你会发觉到你的叶子的都是小小片的 有些都是黄色的 其实当它是黄色或者小小片 你觉得它的叶利素大概有多少呢 叶利素呢 叶龙的 就是说它是深青色的 如果它叶利素是多的 它的叶子是大片 有可能大过你的手掌 有可能倒到一扯这么长的 所以如果你的植物 你的叶子小小的黄色的 就是代表你叶利素少 叶利素少 阳光怎样照到也好啦 它制造的食物有限给你的植物的 OK 所以一个真正会撞树的人呢 它的叶子是大片 而且是深绿色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 其实我也是要强调一点 很多人就问我 Jordan到底几时呢 我的叶利素会多 叶子会大片 其实很难讲 为什么 当你真正的把你的泥土改变的话 有一个东西你是不能改变的 就是你以前所做错的部分 所放过药的部分 那些东西呢 都会变成一个重金属 都会变成酸性 都会令到你的泥土樱化 下面的水开始堵了 所以就算你喷好的浸下去 它会拿时间来把你的整个巴的生态改变 所以有一些人他就问我 为什么喷了三个月 我的树干还是这样多青苔 我的树还是没有什么改善 因为那个堵太多 如果你听到有一些真正 你会觉得哇他用了一个月后 哇他的素完全了 非常好哦 三代同堂四代同堂 为什么 因为他的毒比较少 所以呢 在这一边呢 你一定要明白 从一个不好的 整个生态变成好的生态 他需要时间 而时间的长短呢 就是取决于以前你怎样多糟糕的糟蹋到你的地 你的地越糟 你要恢复的时间就越长 OK 所以你看啊 到这样啊 你就开始有发觉到了 好像我们小学的课本都已经告诉我们了 有什么分别 过后你看一下 最后就是糖的部分 糖呢除了给那个植物呢可以有花更多 果更多 但是你知道吗 有一个东西就是 那个红色的部分花多少果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你的糖是对的 够浓度的话 它是花多果多 如果你糖太少的话 它是花多少果 它的花很多都是掉的 所以你有看到这一个光合作用的部分啊 你看这个小学的课本啊 它有讲到肥料吗 你有听到它讲肥料吗 没有吗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植物 我们就是宠坏它的 我们一直给它 它要的 给到过容了 好像每次我讲了 其实好像水分这样 如果是讲一棵树 它大概一个星期要30L水的话 如果你每一次都用灌溉系统 每一天浇水 给它30L够够的话 它会不会好 会 你不要听错 是会 但是问题就是 有一天它没有你的水源的话 它活不下去 因为你已经给它了足够的水分 太多的水分 它根本不需要去走根 但是我们科学中 我们讲求的是什么 我们讲求的是 它可以天生天养 所以就算我们知道 它要一个星期要30L水 你不要给它全部 可能给它20L 过后呢 它少了10L 它会怎样做 它会根去找地下水 就是这个原理 一样的 找肥料也是一样 如果它需要的是300g 你给它是1kg的话 我告诉你 就糟了 太多了了 就是好像你的孩子 如果有一天他不做工的话 他跟你讲 爸爸我不要做工 叫你给他5000块 我告诉你 我包你这个孩子 以后就废了 因为他不会再做工了 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明白到 其实孩子不可以宠坏 你不要他变成败家子 你应该怎么做 他就算希望300g的肥料 一个月的话 你给他100g 但是这100g它够不够 够它生存 但是呢 还需要200g的话 他会怎样做 他会生根去找 就是人家讲的走根 所以如果你的根 你的树的根 有一天已经找到地下水 有一天已经找到地下 找到营养 他找到肥料的话 他其实不需要你 他可以自力更生了了 但他可以自力更生的话 他就可以天生天养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听得懂 哦 原来光合作用已经告诉我们了的 树呢 就好像以前这样 我们阿公阿妈种榴莲的时候 种什么树也好 他都没有什么施肥 他有时施肥也是放在鸡份 你的大便你的小便 就要放进去罢了吗 生灵地的树童 有谁去施肥啊 有谁去浇水啊 为什么他们可以成长呢 因为他们的根已经很深了的 所以呢 当你明白到这一点的话 如果你以后要简单 你就必须让你的树天生天养 让他可以自己去找水 自己去找营养 让他可以自力更生 这样你才不会越做越痛苦 OK好 你看啊 我讲了第一个重要的重点过后呢 我会跟你分享 这个呢 就是一个老乌狐赖的园主 他对本来的 他就是对种子一窍不同的 但是通过科学种子呢 每一个月他虚心的写信 他真的学了很多种子的智慧 本来要公主的树也慢慢救活了 很少花了树 现在做到了反击节 其实树壮他自然会开花 你知道吗 很多我看到的园主 都没有这个园主这样 很细心的去学习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很懂 你就会发觉到科学种子那边呢 你不能归零的话 这样你就学不到 其实很简单 你只我们比较喜欢面对那些 完全归零 就是说他最好是什么都不会 更好 因为一张白纸呢 我们比较容易的去 分跟他分享 一步一脚印 把学 把他再学起来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把你的巴呢 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听一下这个园主 他是怎么办 以前人家教我用的 现在说是买肥的啦 然后人家教我用的都是 一波大概都是三基多到五基多咯 现在就把这个状态 教我们用这个是每一波是两百克的 以前我们每一个每一个星期噴一次药水 都是那些农药 以前的农药有毒伤害身体 现在用了这个就比较没有伤害身体了 以前这里只有二十凌坡是开花的 自从用了这个GOOD-A之后呢 超过有九十八仙 现在全都在开花咯 以前就 啊 一样的 就是说要听别人那些买肥的 那些讲啊 怎样怎样 怎样落肥 怎样怎样做 现在就不需要咯 就是用这个GOOD-A 我就想让钱 will behold 你也要开花咯 怎么说 今年那些应该有更多 故事吗 他是根本人 kö 但我听的是 bukan 是对 我们观察了 我们的检查卡的顺便要几顺巴 我们的检查卡的顺便要几顺巴 是 你还没明白这一点吗 是 我说你跟我们 OK 如果你要看到完整的 你可以去 www.beyondhealthcheck.com slash bio fertilizer 你看到我的荧幕下面就是有了的 所以因为我们时间 今天有很多重点要分享 所以来不及看每一个见证看到完 你看完整的你自己跑进那个网站去看 第二 这重点 营养 营养非常的重要 你看到一个树到底它需要多少营养 你看到下面 那个图画那边下面有吗 有N 有B 有K 有Calsium 有Glorine 或者Magnesium 或者是Zinc 铁 很多很多 但是你知道吗 当你会用的时候 你会把它拆开来用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援主的每一个星期 有时候他们会报告一次 他们打了我们的OA一次两次 过后他看到有问题的话 他就会跟我讲 OK 过后我就会跟他分享 你这一个情形是缺什么 这个情形是缺什么 你知道吗 每一次我很喜欢那些跟我讲说 驾车的 我很多援主 每一次我去到要拜好他的巴的时候 我通常停在路旁 他就载我进去 我就问他 我的援主 你知道吗 驾车 比较快 比较好的车 就是说比较有力的车 是Manual的 还是Auto的 就是说 是手动牙 还是自动牙 他们就跟我讲 是手动牙 不是自动牙 自动牙 什么都是很简单 但是它不是很有力的 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要走重置 你不会 你就买好像什么 盖盆美 整个在一桶的 你得到的发挥不好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里面到底它是怎么配 才是最好的 它给你的都是普通普通的水准 普通普通的效果 如果你要会用的话 你一定要把它拆开来 但是你要知道 当你拆开来了过后 它有一些的会是毒素来的 好像例子 Boron 彭 你会看到我很多的见证 他们都讲 中文章教我第二个月 我要放Boron多少ml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每次讲的ml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们每次都跟你讲 它是跟GrowA一起喷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我们这个拆开来的都是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都讲是微量了 就是很少很少的量 如果你用太多 它就会毒害你的树 或者你用的时候 然后你没有一个解读的方式 碰巧你的泥土里面也是有这一个 你的肥料里面也是有这一个微量元素 你有时也有一些酵素也是有这样的元素 有一些叶面肥也是有这样的东西 当你全部加起来过龙的话 你就糟糕了 那个树会死 所以有一些人呢 在YouTube那边呢 他跟我留言 他说 Jonathan 你讲的那个微量元素啊 彭啊 我加下去我的树不死了 我就跟他讲 你有没有用到我们的GrowA去解读呢 他说没有 所以我说 其实我所讲的课程 每一次我都在一直一直在提醒人 不管加什么东西 我通常都会跟你讲 是加在GrowA里面一起喷 你不要分开喷 你分开喷的话 如果过量或者泥土里面臭巧 也是蛮多这个东西 或者肥料里面也是蛮多这个东西的话 这样就会得到反效果